台北市林商圈出現了關店潮之後 台北東區地下街是在疫情爆發以後 人潮減少 近期在中校復興站的這一側商店 更是全部拉下鐵門 原來是有一家承包商 因為疫情的衝擊 所以要提前解約 讓地下街宛如空城 方有望去東區地下街 整排店家全都拉下鐵門 人潮也零零落落 大部分都只是路過 也有民眾特別來逛街 卻鋪了空 不免有些驚訝 因為我手機買新的 要來買 買他的套子 他是訂做的 我覺得還不錯 這家 結果來才知道說 哇 是這樣子 在疫情衝擊下 原先成租中校復興站 九號 十號出口已吸 共五十二家店面的承包商 決定在二月底提早解約 目前是新廠商的移交與裝修期間 預計五月重新開幕 而另一側的四十間店家 仍正常營運中 不過新裝修後的地下街 能否吸引人潮活絡商圈經濟 民眾與店家似乎不抱期待 臺北市議院十八號也帶隊到地下街會刊 並質疑北捷公司新標案的金額太低 只讓承包商受賄 且新舊廠商交接期 讓地下街宛入空城 難以振興此處的生意 你這中間就大概兩個月的 這個沒有辦法營運的狀況在這裡 其實人潮流失以後 有時候就很難回來了 北街表示 未來會結合東區商圈與地下街 推出更多相關活動與市集 達到人潮聚集商圈蔓延的效益 協助東區找回往日融景 臺北報導